重溫经典,以鼓尖精,今天我们来讲虚实篇的最后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叫学我者生,想我者死 大家表面看见了讨论的都不是关键因素 关键的有两条,第一就是当时的前提条件和情况 第二,人家过去十几年几十年的功夫积累 你跟人学往往第二条不具备 第一条不知道,你光学个转当然是白搭了 主要的主题就是这个 原文是,故行兵之极至于无行 无行则身见不能亏,智者不能谋,因行而错甚于众,众不能知 人皆知我之所以甚之行,而莫知武之所以至甚之行 故其战无负,而因行于无穷 什么意思呢,故行兵之极至于无行的意思呢 行兵,行就是阳动,就是事性 阳动可以随时变化成真动的都不一定 就是故意表现出来的一些假象 这个意思 是李世民所说的多方以悟啊 强方设法,引对方误判,引对方失误 所以行兵之极就是用事性的极致,变化为穷,达到无行的境界 敌人没有办法判断,也许就接受了我们给他设计的各种判断 无行则身见不能困,智者不能谋 多么的注解叫此言,用兵之道,至于真极,不过于无行 无行虽有见者,生来亏我不能知我之虚实,强弱不屑于外 虽有智能之士,亦不能谋我 意思就是什么呢,即使对方有打入我方很深的间谍 因为我虚实不入,就算很深的隐藏进来,也是不能窥视我的军队实际状况是什么样的 因我强弱不屑,纵有自博之士,也想出对付我的办法 因行而错失于重,重不能知 行之就是事性误导敌人,无行就是我用兵的境界 因行就是因地制宜的因,因行就是因行制敌 根据敌人的军行来随机应变,制定一些政策 错呢,错理权的初解叫制宜 就是错胜于重,把胜利摆在大家的面前 众人还是不了,不能了解怎么取得胜利的 其实上一节啊,就是我昨天讲了司马懿生辽动的这个战利 直到最后展览公孙渊,司马懿的部下还是没看到是怎么回事 所以成规才问他,再请他大意解讳 人皆知我之所以圣之心,而莫知我之所以至圣之心 故其战胜不复,而因行于无穷 就是我怎么用兵,用怎样的军行去圣 大家是看到了,但是我是根据什么样的一些原因 来做出来的判断,怎么去因行制圣呢 大家就不知道,这叫知其人不知其所以人 下一次敌心不是这样,那我因行制圣的方法又不是这个 所以我用的方法是不准复的,是因行而变化,并且无穷的变化 所谓学我者生,向我者死,人家看见我怎么取胜的 学得一模一样照做,最后却露个惨败 为什么?因为知其人不知其所以人 他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条件才能要做 等你做的时候呢,所有的条件情况都变了 而你看到的是他的举措,这不是孤立的 还有其他的各种前提条件的配合 你没有照猫露,以为别人行你也行,那就要吃亏了 一家企业的高管离开之后到另外一家企业去 那用上一家企业一样的方法来去做各种各样的斗争 最后那个结果往往不会那么的好的原因就在于 不是在那个场景下,不是在那个条件下 有很多的事情照猫露或做出来 也不一定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比如韩信的卫水一战,置之死敌而后生 把一万人杜震在水边,他们没有想去退路 他们就数次作战,就能占上二十万人 这是我们看韩信背水一战很多故事和成语的解释 真实的情况真的是这样 你再多打一会儿,一万人就被消灭了 或者对方高反,交情不上,那就有人就要投降了 韩信还有两千鸡兵 突入赵军迎债,拔了他的旗帜,插上了汉军兵去 赵军一看老挝子没了,惊慌奔跑 他才能秤实沿上,所以这两千鸡兵才是关键 你只学背水一战,怎么用 下回布置你还敢背水一战吗 还信你只布了这一回吗,下次还会变 所以学我这身下,我这表面看起来 讨论的这都不是关键 关键就是我们说当时的潜力条件和情况 第二,是人家过去十几年几十年的功力的累积 你给你学的,只能学个样子的,当然是白答案 还有一点就是兵法要反复 反着去,要往坏数下,变成了太美 首先不是学的怎么去算计别人,而是要学的怎么不被别人算计 不要老想了,我无形,我行之,悟之,然后因他的行而慎之 这样越学,越美自此,你上了战场就完蛋了 你要反过来,每读一句,就把自己想象成那个被行之的人 不要被误导,不要轻去妄动 先保住自己,再去转捂别人,那才是兵法之道 兵法的道是先活着,再去打胜仗 读书是为了关照自己,总是想当然的把自己带入胜利一方的角色和情绪 是人的天生习惯,但是往往做事情只要反过来 把假设自己先假设成失败的一方 然后多想想如何去避免失败,才能去了解和学到很多的东西 福兵行向水,水之行必高而趋下,兵之行必实而继续 水因地而治流,兵因地而治胜 故兵无常事,水无常行,能因地变化而治胜者为之胜 故五行无常事,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此胜 这是最后一段总结须十年,叫福兵行向水 水之行必高而趋下,兵之行必实而就续 作战的方式就像水一样,水的流动的规律 就是从高处往地处,作战的规律就是必实而继续 描述的注解叫,水须下则顺,兵积虚则利 水因地而治流,兵因敌而治胜 水根据地形来决定奔流的方向,士兵根据敌情来决定治胜的方向 故兵无常事,水无常行,能因敌变化而治胜者为之胜 这句话是最有名的在叙事人片当中 描述的注解叫,因敌为师,敌人再变化 我也根据敌人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兵无常事,就像水无常行一样 遇到方,水就变成方,遇到圆,水就变成圆 能根据敌人的变化来治敌治胜,这就是用兵如神 故五行无常圣,四时无常位,日游断长,遇游四身 五行相生相割,金木水过土,没有哪个是固定的常圣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没有哪个季节能持续一整年 白天游断有长,月亮有阴晴远缺 孙子最后打了个平法,就是说五行四季日月都有阴缩无常 更何况兵形之变,又怎么能够安定呢 虚实篇到这里就结束了,虚实篇的要义,曹曹的注解 叫能虚实比极,就是能掉来掉去,掉动来掉走去 就是要我实敌虚,这就是用兵如神的 不过我们去学,或者说我们来了解孙子兵化当中的用兵如神 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不是神 所以就不可能有掉动来掉动去,都是我实敌虚 而更可能是我须敌实,所以要加倍谨慎,这就算没白顺孙的军法 胜败是质地问题,实力问题也是一个概率问题 那就结果而言,胜败往往是不对等的 胜利不过是得一些战利品,失败却有可能输掉整个人生 我们今天看这个,看这个进去了,那个进去了 其实都是用兵如神,一辈子输掉一次,误了重生 被各种双规的,各种接受调查 唐奈东李卫公问队里面有一篇专门讲虚实 李士文说,我读所有的兵书没有超过孙子兵法的 孙子兵法由于虚实篇为首 用兵能使虚实之势,则无往而不慎 诸江人人都能够说必实积虚 但是到了真正的战场当中,却没有人有能力看出来敌方叙事的 结果不是调动别人,是反被别人所调动的 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 李静的回答,实虚实要懂得积正 诸江大多不知道以正为基,以基为正 怎么能识别是实虚呢? 积正就是用来治敌之虚实的 敌实我必以正,敌虚我必以积 如果不懂得积正之用,就算是看出了敌人的虚实也不会打 李世民说以基为正者,敌以为是基,而我却以正即之 敌以为我是正,而我却以基,基之 这样,敌是常虚,我是常是 最后林经的总结叫千诈万句 不出谋,治人而不治于人 所以我总结到治人而不治于人和因敌之甚,这是一对辩证外形 治人而不治于人就是知其人还要知其所以人 就是控制别人的,不被别人控制,是我调动你,你不能调动我,做到极端 是我不管你怎么样,我只管我怎么样 首先是不被敌人调动,没机会就等,然后就熬,甚至不得别心 一定是先胜负战,赢了在他 因敌之身是根据你的调动来决定我的调动 这样做就特别容易被敌人所调动嘛,因为你看到敌性的变化 正是人家设计来套理的,你看到的虚国王是人家的实人 这个危险性很大,非常人可为 所以能做到治人而不治于人,是我们都寂寞,熬得出耐心的人 是将军,常胜将军 是能因敌变化而去神者,是有病如神的 李世林确实是神的,我们学习一下最重要的要点都是知道 自己不是神,这才是虚诗篇啊 也给我们传递的核心的价值和信息 附录当中呢是虚诗篇的全文 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去阅读一下原文 在对应着我们的注解,来做一些了解和学习 虚诗篇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 我们下一期呢就要跟大家来讲 军争篇就是真正上了战场 怎么去跟对方攻防作战的各种进销和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